为简化消费者购买保险的流程 金融管理局提议减少本地金融机构 在向客户推荐人寿和重大疾病保险时 所需要收集的客户资料 金管局发布咨询文件 针对这项建议征求公众意见 金融机构目前需要向客户收集9项个人信息 包括就业状况以及风险承受能力等 如今金管局建议金融机构 在根据基本理财规划指南推荐保险产品时 只收集客户的几项信息 分别为财务目标、年收入 提供死亡和终身残障 及重大疾病保障的人寿保单 以及可能出现健康状况的信息 金管局希望通过简化流程 让国人更容易获得基本保险保护 当局是根据去年10月推出的 《基本理财规划指南》提出建议 鼓励消费者购买适合的保险产品 根据《基本理财规划指南》 个人最多只用收入的15%来购买保险 公众可从今天起到3月15号 对此提交意见